39岁本土剧女神白佳琪是巴档档一姐,不只戏剧也横跨主持,工作形成满档,怎料她日前录影表情反常,她也亲自现身道歉,曝光原因了,白佳琪日前主持节目医学大联盟时,虽然表情仍是笑脸迎人,但表情带点反常,而且手一直挡在腹部,没想到,白佳琪突发发文,先跟大家说声抱歉, 录影当天我得了急性肠胃炎,状态真的很不好,白佳琪指出,谢谢制作单位的体谅,来宾们的等待,大家的共同努力,让那天录影能顺利完成,如果大家在看播出的时候,有发现我的表情跟平常不一样,请大家多多包涵,白佳琪道歉文曝光后,演艺圈好友女心里又如,大牙周一配兜钱来关心,她也亲自留言回应,没事, 已经复原了,抱平安已经痊愈,白佳琪2009年在夜市人生演出丁佩琪一角打开知名度,2018年和交往两年多的男星吴冬燕结婚,同时宣布已怀孕三个月,育有一子,2020年8月8日,白佳琪于社交媒体宣布四度有了小孩,同年9月26日,白佳琪在金钟奖红毯穿着红色礼服,并宣布怀有女宝宝, 2021年3月7日生下第三个女儿,看得出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甜蜜,让粉丝非常羡慕,日前白佳琪结束与老公吴冬燕的蜜月美国行后,晒出一段影片,内容满是佳肴与美食,白佳琪更写下这个影片经纪人不能看,因为看了可能会高血压, 怎知最后一张照片,白佳琪身穿米色连身毛衣裙,手捧着自己大大的肚子,看起来像是游洗了一般,不禁让人误会两人到了美国之后是否再度造人,将近生无宝妈了,不过白佳琪也在文章中澄清,所有事情都像变胖一样容易,真的没有怀地无胎,只是满满的体脂肪罢了。 前些日子夫妻俩出席凤凰艺能20周年记者会,只见白佳琪体态恢复迅速,影片中的大动男已经消失,两人在记者会中提及这次的蜜月之旅,表示这次旅游感情增温不少,被问到是否有医院拼个第五胎,白佳琪透露,吴冬燕已经结扎一年多了,一旁的吴冬燕则打趣说如果能突破重围我也是佩服,绑了才敢去美国的。 白佳琪也透露,夫妻俩小时候家境清寒,一直以来都舍不得花钱出国,终于在老公33岁这年陪她飞越国境,吴冬燕也在脸书发表感言,表示本次的旅程是夫妻俩交往至今第一次出国,也是老婆送她的生日礼物。 她特别感谢白佳琪陪她完成到美国看NBA球赛的心愿,让她相当感动,在本次旅程中更充满注无比的期待和喜乐,言语间满是对另一半的疼爱与感谢。 而在去年白佳琪曾发文称自己正陪同丈夫吴冬燕在医院做结砸手术,引发网友热议。 据悉白佳琪在社交账号上感性发文,以前都是你陪我去生宝宝,今天换我来陪你绑蝴蝶结。 文莫还带上了结砸手术一切顺利的词条,希望老公吴冬燕的结砸手术能够顺利。 同时白佳琪还晒出了夫妻俩在医院的自拍照,吴冬燕穿着浅绿色的手术服,似乎是即将进入手术室,不过夫妻俩对这个小手术并不太担心,看上去心情很不错。 其实早在之前白佳琪产后付出参加节目时就透露老公要做结砸手术,白佳琪原本是节目医学大联盟的固定主持人,但因为有了孩子生育,她不得不在家中休养,由忠心灵暂时代替她主持。 嫁错人没关系,但你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,如果不走还不知道要忍耐几十年,离婚后过得好不好是看自己,不是在别人嘴里,不要因为别人三言两语就继续忍耐,如果离婚后每天怨着前夫不思进去,个性也变得阴阳怪气,自然好不起来。 若是从此心情放松,上进自在,一直成长,让自己性格失业都更好,自然可以换命,过上另一种生活。 白佳琪就是一个例子,虽然她离婚后也曾低潮,但她遇见了对的人,帮助她修复自己。 21岁时她就嫁给了大自己15岁前夫,生下两个女儿,没想到结婚四年后,前夫就被判了婚姻。 再次讲起那段时光,她仍会落泪,她感谢表示丈夫在那过程中,陪她走过一段很难的路,所以才能打动她的芳心,让她接受了吴东彦。 但考验还没结束,交往后她仍然充满了不安全感,无法信任爱情,常常给吴东彦压力,甚至找借口分手,常会对吴东彦说,交往后是不是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样?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过了,我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生。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她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,所以才会用这些情绪化的言语不自觉地考验对方的真心。 若对方接受了这样胡闹的自己,便会感到安心,觉得是被爱的表示,但往往因此才失去爱情,这是许多内心有黑洞的人都会有的行为。 每回只要一言不合她就提分手,有次吴东彦反常地接受了,她才知道对方的重要性,反思吴东彦陪了她那么久,那些阴影也不是她造成的,她却愿意陪她修复。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,真的没有人,只有她。 这便是心理学上的气猫效应发挥了作用,若伴侣时常提分手又复合,你便答应她一次,她真实地感受到失去你的苦以后,下次便会谨慎些了,不是要教训她,而是要让她学会珍惜。 后来白家起嫁给小她五岁的吴东彦两人过得十分幸福,和前夫的家人互动也很好,每年小孩生日,过年,母亲节都是大家一起过,我们都是以爱孩子为前提,两边都是好好的相处,也不会尴尬。 这代表她放下了,一个人放下怨念后,生活便会完全不一样了,她的大度让女儿们可以同时拥有父母的爱,她也变得更正向了,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很感恩。 若从因果论的角度来看,当年和前夫的债还完了,所以对方被判,让她可以离开那段不良关系,不久后又遇到了来报恩的吴东彦,帮她换个人生,重新得到幸福。 若用吸引力法则的角度来看,便是宇宙觉得前夫不适合她,所以让对方离开她的生命,因为她的心是善良的,又吸引来吴东彦,和她一起共度难关,帮助她变得更加正面,得到幸福。 看起来吴东彦应该是安全型依恋,这类恋人可以帮助充满不安全感的你,慢慢地回到常规,用正常的态度看待关系,建立安稳的内心秩序。 在之前白家启鱼也发行了新书让每个决定,成为最好的安排刚出版旧容灯畅销排行榜,随后白家启在金石塘板桥店举办首场新书签名会,新书中记载着白家启失婚,负债到翻转的辛苦人生。 讲到和姐姐叶家于当年一起度过难关的过程时,她更是忍不住当场内崩。 白家启说人生最低潮的是2007年遇到金融风暴,投资的餐厅赔了600多万,加上婚姻失败,那时候只想到自己才24岁,负债600万要怎么还。 那时候被黑暗吞噬很绝望,一度想放弃人生,为了还债,白家启只要有工作就接,八点当拍了三天两夜都没睡觉,还要再去综艺节目录影。 就算要完成许多高难度动作,她都没跟任何一个工作说不,晚上还去唱婚礼场,最高纪录七天没碰到床,后来胆结时,内分泌,自律神经失调,身体也搞坏,四年多后终于还清债务。 她说,买奢侈品,旅游,吃好吃的,在我生活中是没有的。 姐姐叶家于当时知道她餐厅倒闭,解约掉投资型的保单帮忙还债,还要帮忙照顾家里,讲到这她类崩,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拍富与子,空到我们去打营养针,在小房间内姐姐问我,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? 我问她如果给你选择不要照顾一家子人自己可以过得很好,你愿意吗? 姐姐说,我不愿意,因为这些事放不下的爱。 她说每一次想到跟姐姐之间,就会想起这一段姐妹间很深度的谈话,理清了很多生命中找不到答案的事情。 她也称当初吴东彦追求她时,她认为自己增经历失败的婚姻,不认为有人会无条件爱她,对吴东彦说了很多伤害她的话,甚至骂她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你。 有一天她看到电视剧的台词有一天你说这些话会后悔,她当下跟老公道歉,光是她可以无条件爱我这件事已经超越很多标准,不是要找到一百分的人,只要互补就可以很精彩。 白家琪说,自己人生虽然经历很多,也经过高低起伏,但现在可以用正能量看待一切,也希望正在努力的姐妹朋友可以不孤单。